草皮連天 永遠的畫面 你確定你要去年終賽嗎 應該是 你要配我嗎 我要 那應該是有 剛動完雷射手術的李楊 即將要去國體大教書 但週二登場的台北羽球公開賽 以及年底的年終賽 兩人都確定能搭檔在主場出賽 上次是親吻的球場 那下一次真的要引退是要親吻對方嗎 在這個邏輯上來講 我可能要把每一個搭配過我都親一遍 那感覺不太對 希望我們還是可以在自家主場 然後享受比賽 希望可以有機會捍衛主場 自己的主場可以完成自己的生涯 我覺得對運動員來講非常棒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的對自己的肯定 然後也希望說有始有終 這陣子王麒麟的搭檔 改成學弟邱向傑 日前出賽南韓公開賽 只步四強 王麒麟也被問到 副教授李楊是否有給些建議 位置把他的畫看完了 因為他沒有啦 看起來就是提點人物很多 我們在場上可以去做改變 然後跟新搭檔可以去做注意的地方 所以覺得就是非常有幫助 做了腳掙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對方變得更帥 原本就很帥啊 原本就很帥啊 還要變更帥 那到底想要逼死誰了對不對 台上到台下 林楊沛見面就有說不完的話 好感情培養出的好默契 也讓國人更加期待 今年羽球賽 金牌通通留在台灣 也是新聞理生吳智海森小組 台北報導 臨時 臨時